在泰国一个佛教有机进土村 有机村我们爱人叫阿守村 就是全部整个村 家庭小孩子大人师父医院全部吃素 吃有机 现在的农夫 泰国是农业国家 透过我们这样的训练做有机吃素的 以及五万多的人 透过这个训练 然后师父在那边也是 做一个学校 做教育 就是用佛法来带动他们 然后到了台湾 他已经最少六年 在台湾很久 就跟那个慈祭 把慈祭带到泰国 然后把泰国的有机 那个阿守 就是有机佛教 佛范祖到了台湾 就是这样父亲的教育 做这个工作 已经变成泰国教育部的研究家 就是把他所有在慈祭带 在台湾的五大台山 不管是华光山 台中山 法股山 还是那个慈祭 上司 全部的观念 好的全部带到 给泰国人知道 不管是警察部门 什么部门 全部给他们去看 把泰国丢 再进一步去了解南北丢 到底是怎么样的消息 然后把健康带进去 现在 我们就请金圣华师 跟老门 完成 和您拖国 我们感谢 马哈 居士 他也是住在这边 很近的 宋爱一般的 HP 对不对 HP 这次也是透过他 园络安排 我才有机会来到这边 所以等一下 我们会慢慢的 把这个音乐流法 跟你多讲 你帮我按一下 以前我来 马来西亚 上那个 KL的 国际研讨会 我也不太会讲中文 我就帮他按 今天他又帮我按了 好 放一下 继续讲设计 就是 今天你们想要知道健康是怎么样 刚才那个马居士跟我们解释说 其实我们吃的东西进去 很多都是毒的 可能如果我们会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 对我们的健康一定会很好 但是到现在呢 我又讲这个健康方面呢 跟这个音乐流法有什么关系 我们大概先看看一下 这个是中文 是繁体制的 不知道你们看得懂吗 还好 是不是 大概看一下 这是我刚刚从那个网站桌出来的 不是我写的 大部分都讲那个音乐流法的功能 就怎么样 然后这个老菩萨他就介绍我 你要怎么怎么想 就把它弄大概 大概给你们知道说 音乐它有它的能量 它有它的音波 如果我们听音乐 选好的音乐 来震动自己呢 重点是它会刺激我们的脂肪 我们的脑波 尤其是我们的脑波 对我们控制身体的系统呢 会很大的帮助 因为现在的人呢 因为是工作压力太多 然后呢 变成一种的 什么都很急急的做 但是音乐它相反的 它会让我们更多的放松快乐 所以可以跟你先解释说 平常他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都是用这个左头脑 一直想一直想 太多 然后就在右头脑呢 这边现在我们慢慢的 休息了 没用 这方面是什么 就是音乐 感情 静坐 这方面我们很少做 他就给你去静坐 我做不下来了 我不要做了 要给你们去神灵道场 你们也不要了 要叫你们躲在一个地方 不行不行 所以呢 最好就是选好的音乐 所以大概 这个时间呢 很多人就把这个音乐疗法提供出来 你只是按音乐疗法 还是英文叫 musiclip在网站 你去找那个阿谷 我们的阿谷 就是Google 这个Google呢 全部它会把你抓很多资料出来 这是我们不用去麻烦找 那大概一大堆的经历都会说 音乐对我们身体是怎么样 很好 然后呢 现在在网站呢 会出很多CD片出来 很多CD片出来 给他们选择 如果你有什么毛病 你有什么问题呢 就听这个音乐 听这个音乐 好像音乐是变成一种的药了 如果你有胃问题 你听什么药 你肝有问题 你听什么音乐 你有肾的问题 你听什么音乐 你有肾的问题 有听过吗 没有 所以现在它变成一种的很 现代化的叫 alternative medicine alternative medicine 中文的名字 另类 另类医疗 叫另类医疗 所以这方面呢 它是很多可以证明出来 因为现在它用很多机器来连说 还没有听音乐 没有放松音乐 你身体的机构是怎么样 然后听音乐完 差不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后 你身体的机构 你身体的脑波 会慢慢的改善 这是他们慢慢的平衡出来 所以这个大概是 他们有研究很多 证明给我们说 其实这个音乐是蛮好用的 大概 再过去 然后呢 对我们的脑波 或者叫做Alpha 或者Velta 或者Campal 很像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所以现在的人 如果你不会睡觉 你就把音乐 当师底的一种的 安眠料 安眠料 按眠料 所以我不讲不出来 安眠料 所以现在我们要讲 目标是什么 我们练一音乐疗法呢 是为了把健康带回来 然后可以把你那个看不见的能量呢 把它发布出来 怎么做呢 你看一下 我们教的方法是透过三个解决 一个是教你怎么放松 第二 教你怎么选音乐 第三 练音乐完了 好像我们选你 叫你开车的 那教你怎么刹车 教你怎么收工 不然的话你一直 补充音 能量音乐太多 变成睡不着了 太厉害了 进不下来 也有这个情况 所以叫做三种 一样 真的是谁呢 跟我的音乐有什么关系 要关系就是 他很会放松的 你连接他的功夫 最厉害是什么 注意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是他以前演那个少林的功夫 但是很会放松 我就把它来解释 我们这个放松也有技巧的放松 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放松 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做 我们为什么要占 为了减少我们的压力是怎么做的 大概 几种的 然后展开我们身体的机构是怎么样 这是一般的 我们要开课是两天的课程 大概给你 大概知道的 如果我们真的开课两天 然后会讲这种很多 把那种的秘密的慢慢跟你讲 然后给你来多一点时间 不给你回家 把那两天把它关进来 什么都不能去做 才会知道 怎么叫放松 所以刚开始 他们会教你怎么放松肌肉 放松肌肉 其实现在我们身体的肌肉 全部都缝得很紧 要照顾我们学习 这个七个肝药 然后就用一般的 我去台湾学过 民俗疗法 就是拍打工 刮刷冠写 求感脊椎 统统都给他用 不然的话 你的肌肉 帮得很紧 我放这么好的一页 你也不会感受到 因为你什么 你变成石头了 对不对 怎么感应都没有了 所以刚开始的 要透过你教你 大概 大概一种的 放松方法 炼气功 瑜伽 太极权能的 先跟你讲说 这个是对你的 是需要的 还是炮脚 炮手 这一方面 前面呢 先做这一方面 大概很多人想要 得到这个音乐 瑜伽呢 首先就先把这种的 大概差不多 做得到了 好像你身体很酸啊 刚才 马居士讲过了 变成你要注意 很多事情就是你的情趣啊 跟你的肌肉也有关系 你的食物如果太酸 吃那个肉类太多 你要多吃 我吃 多吃 菜类等等 然后呢 要学习怎么 天天可以早上起来 他就会 排大件 都运动 然后 找一点 消息 你很缓 很缓 很缓 所以就会 很凡 我这些天有点 很缓 水的 我就开始有点 里面那个什么 干 干火 干火 有点干火 所以如果你 这方面 你没有调整好 你们没办法 得到健康 所以这个是 大概注意一下 食物呢 就是大概 尽量调一下 好的东西是什么 不好的东西是什么 但是 那个不好的东西呢 很好吃的 所以我们在那一刹那的 练习 修行 在那时候 这个是对我们身体 好不好 然后你看 很多人都是 往这边去吃的 那是什么 最主要是什么 油 那血对吗 油咸甜奶 那血 血错了 对不对 油咸 这人家帮我打 油咸甜奶 油咸甜奶 这个变成文了 对不对 修咸就咸 你看我的真文这么厉害 然后呢 如果你身体 这么歪 变S型了 你肯定的 不会好下来 要透过 找对的方法 如果脊椎歪掉 要找 那种的调整脊椎来解决 所以这个给你一个参考说 因缘在哪里 我们要找到因缘 然后呢 跟你讲 我们以前的人 最好放松的时间 是我们睡觉的时间 因为那时候呢 是可以得到佛陀 讲的就是 无我 没有这个我 完全都睡6到8个小时 但是现在呢 都还在有我 我在做梦 也是不好 等等 所以那时候 以前的人 为什么身体很健康 因为他睡得很好 又早睡觉 以前是9点 8点就睡觉了 现在8点 几点睡觉呢 12点 对不对 12点也超过2个小时了 我们的 修理 身体的火车呢 开始走了 要修理 但是你还没有睡觉 而且很多肝肾等等 都没办法修 所以这样 我们最近累积了 一天的一天的一天 所以身体就没办法 但是如果你好好的 提早睡觉 在一个礼拜内呢 应该三四天 也提早睡觉 真正的有问题 才安安安 今天12点 但是明天 又赶快 提早睡觉 我们会 接触到 宇宙的能量 这个宇宙的能量呢 本来是 用钱买不到的 但是又通过你放松 真的 好好睡觉 他那个宇宙的能量呢 就跟现在地球的能量 太阳的能量 一模一样的 那个很钱的能量 但是现在我们也会 不理他了 所以我们身体 就变成一种的 旧的电池 用来几十年了 都没有充电 因为你没有充电 所以你现在 你的能量是怎么样 就有问题的对不对 就是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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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这样的 就跟能量 外面呢 跟他缺断了 所以你每天睡觉 也是一种最先动先戏 那今天明天 这个这个 你没办法忘自己了 你会把那种 那时候忘我了 你只是 明天就会念 因为你的机器一直在工作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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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晚上 你就没有接触到 宇宙的能量 所以怎么样 我们就会多学音乐 因为在白天当中 因为在白天当中呢 如果你早一点时间来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来充电 你就会得到 超过 超过 再再推 再推 这是宇宙的能量 他会带到我们身体的气脉 引起来 所以早上你起起来 如果你很好的睡觉 你会发生怎么样 就想要上车行 几分钟 肚子有点不舒服了 基地里面就 一大片 跟刚才马上局势的一样 但是现在我们做不到了 早上起来 找办法 没办法 基地里面就 呃呃呃 出来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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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小蚂蚁这样而已 很多人又便利了 就是 提醒我们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问题来的 如果你吃进去 没办法排出来 这代表 身体的功能 差了 对不对 所以那是提醒我们的 如果你做久了 糖尿病 高血压 心脏病 通通都排队了 以后来跟你 担的门 敲你的门 我要来找你了 你来了 怎么办 所以呢 睡觉是很重要的 过去 所以呢 要放松什么 放松你的吸引 不然的话你得不到 外面能量多的 有宇宙有太阳能量等等 但是我们都吸收不到 这是我们要提醒自己一下 就是都是外面有这种的能量 一定要全部的能量呢 都是这样旋转来的 你看这个 电风扇啊 我们的能量波等等 太阳 地球等等 都是这样的 太极 我们以前的那个 传统的观念 也是有阴阳这样的 旋转的 白天晚上 一定要做得很平衡 平均 现在我们就是 有还有电 就开电 开灯等等 不想睡觉了 所以休息跟工作不平衡 我们身体就发生问题了 这个都是自然的能量等等 你看 银河系 太阳系 它都是圆圆圈的 但是因为现在人呢 就是不这样 固定一个时间 固定一个工作 没有那种出去寻玩 运动等等 所以我们就吸收不到这个能量 细胞就慢慢的 失功能了 尤其是静坐 以前的人呢 会静坐的 静坐他的功能是什么 知道吗 这个三个字 深呼吸 我们以为说 深呼吸呢 跑到森林里面 要跑到 道场里面 才继续 什么静坐 什么课程等等 其实不用 我们在一天内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深呼吸 就好像我们开车的很快 我们会常常提醒自己 刹车 开慢一点 要怎么做 如果我现在 我是57岁了 那我天天都会深呼吸 五十七次 醒起来的 自己醒自己 福气 吸气 跟你们念啊 芋头佛一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对 每天要念几次 三千对不对 我现在台湾他们最早要三千 所以现在呢 你要顺便说 吐气 吸气 如果我们这个老板呢 七十岁 老板就会每天 吐气 吸气 七十次 才可以提醒自己说 有没有放松 有没有 故意自己的健康 这是一种的 很方便法门 如果没有坐 前睡觉呢 要坐在那边 也 如果你不是佛教徒 也没关系 你就想要把身体健康 你就坐在那边 现在我要跟我的潜意识呢 沟通过 等一下我要关灯了 然后我要把我的全部的机器呢 把它关掉 我跟自己潜意识沟通过 等一下不要再工作了 怎么说 五七 七七 如果小朋友 十岁 你就在那边 五七七七 十次 如果大人 二十岁 五七七 我跟你肯定 你不到二十岁 你就是 哈哈哈哈 是最好的安眠药 可以这样 五七 我们细胞现在是缺少这个氧气 因为我们天天都被 这个社会的文化 这个资本主义的文化 大概怎么讲两个字 赶快 赶快 人家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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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 什么什么都来不及 连小朋友又吃饭 妈妈在旁边说 赶快 什么都赶快 我们就失去很多功能 但是以前的人 你去看 他们走路 做事都是慢 很中心的做 现在的人 因为有车 有什么什么 就什么就变成 快快快快快快 但是快不到乐 只是快快快快 快到苦了 不是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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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是 往前站在 身体胜不了了 发热了 发炎了 抖了 热了 烧了 就是这样的容易 很少人走慢慢走生病的 生命最长寿的 慢慢走的是什么 富贵嘛 是不是 他几岁 一百岁以上,不贵了对不对,他慢慢的,然后他跟那个白兔比赛,谁赢谁输 是不是,学文耀眼听过吗,对,所以我们老人间,古时候他提醒我们了,但是现在因为我们一直在追祝福 媒体啊,那个这个,等人家出去呢,说妈妈,我要去麦当劳,去哪里,Kentucky,7-11,这边也没有啊,有了,哦,湾南北沙也有了,到处都有了,我们追求那种的,天天打广告了对不对,提醒自己一下,慢慢的,我们三个呢都是,很有名的一个 这个世界的首都,我们叫曼谷,很慢的,所以泰国人做什么都,曼谷谷,那曼谷都会享受的啊,提醒你们啊,今天我们听我们三个人都是从曼谷来的 我们做事情,我们提醒自己,慢慢的啊,慢慢的啊,不要急,不要急,我现在社会的潮流呢,都是往前很急的,要做这个这个,你做到,你买到,你拿到,有时候你用不到 啊,尤其是那个,钱呢,钱呢,我存了很多啊,拿到很多啊,但是最后呢,就放在银行,给下一代的人用,自己先走了 啊,留给那个下一代的儿子呢,免得乱用掉了,自己也用不到,最后呢,就躺在那边,儿子就帮你用了 啊,这个要拿去开刀,这个要拿去上医院,给谁,不是给你,给谁 给医生,给医生,太可气了,是不是 所以呢,要提醒自己一下,钱不是给我们快乐的,大概,有就好 大概,我们大概,啊嘎啊嘎,只要一个,啊嘎啊嘎,再过去了 所以呢,从小了,我们用过什么,好的音乐 为什么现在人们听的音乐都是那种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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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音乐啊,听到听就变到,变成一个混淆混淆,混淆混淆 怎么讲,机器人,机器人,机器人呢,就跟着那个 社会的音乐就是社会的潮流走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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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我不吃不决,就跟着那个潮流走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找传统的音乐 那种传统堆叶呢 有时候是放上堆叶 轻轻的提醒自己 生命有这么好的舒服 不然的话我们只是用这个左头脑 一直想东西 为什么做不到那个东西 对自己也是伤害自己 其实呢 以前的人呢 他不用看什么那么多 只是一个小蚂蚁走过来 他就注意看 哦 这个小蚂蚁 这么美 你如果会看到小蚂蚁这么美 你算你成功了 现在的人呢 那个电影还没有看 我现在等一下会有泰国片出来的 还没有去看 嘴又长又这个这个这个 其实你忘记了 其实你这个右头脑 是看什么呢 都可以把它变了 看到了人家 哦 啊老伯这么碎啊 又看到老伯这么碎 不是看那个明星碎 看到那太阳蟹山 以前的人看到太阳蟹山 哦很美啊 对不对 现在有这种吗 没有 所以提醒自己一下 看到风吹 到那个菩提 哇 很美 会不会做 会不会做 要学习一下 对不对 透过听音乐 我们会 增结我们这边的义务同样 所以因为什么你看 以前的药 以前的药是什么 以前的药是可以分出来的 现在你们只是拿到那个草药而已 前面是什么 是快乐 还有把它变成 音乐的音乐嘛 对不对 就是现在我们就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习惯 没有这个音乐啊 我们没有这个开心的 我们把它忘掉了 只是你要注意什么 我生病 尤其看医生去拿 那一小部分的草药而已 对不对 你看我们的祖先这么厉害 把这个密码呢 留给我们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音乐有几种了 现在你们只是看到 大部分都是 人唱的音乐 那种人唱的音乐呢 就有什么 很急急的快乐 你那个老婆 急急的很厉害 然后要走去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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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另外一篇就悲哀都很厉害 什么 呃 月亮代表我的心 不知道要找什么东西来表演 表代表我的心 要找那个邓玉金来了 要倒这个这个这个 一堆来 你就越听越什么 越悲哀 对不对 有没有感觉到快乐了 我找不到 要找月亮 这么远 要找月亮 旁边的人 没有呢 就是很很很可怜 然后呢 真的好一点 如果你们好一点 我们会找宗教的音乐 宗教的音乐有什么呢 我来到这边我就找了 大悲咒啊 哦很好 早上我在那个张伦 阿弥陀佛 这个也很好的音乐 对不对 真的 这个是 让我们慢下来 你在街里 你在开车等等 听这种音乐 它也会刺激我们的脑 给它慢下来 但是我最好的就是 我用这个音乐 大日如来 又好听又活泼 这个是 也是捷云里来的 还有 接下来 叫什么 自然的音乐 我去到尼泊尔了 尼泊尔是有那种的 喜马拉雅山的 他们那种的人呢 就是 可以把他们的生活 弄变成歌 尤其是那种的 有大自然的 他们会把他们的心 变成音乐 代表 你去看那种 这是 喜马拉雅山的歌 喜马拉雅山很贵的 还有 西藏的音乐 有听过吗 西藏他们唱的 哦 我们能够听到 我们就感觉上 我们飞到那边去了 西藏的音乐 印度的音乐 非洲人的音乐 听过吗 他们打那个鼓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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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 你坐下来 你会写跳 那个快乐就来了 真的 这种的 他们做那种 自然的音乐 就可以把它记录起来 这是音乐的特点 然后呢 现在就有另外 慢慢的流行出来的 就是那种的 瑜伽的音乐啊 太极的音乐啊 太极的音乐啊 放松的音乐啊 这种 在那个市场 有很多 到最后 就慢慢的 越来越多的 出这种叫什么 能量的音乐 能量的音乐啊 很贵很贵的 大概 大概 你看 这个是睡觉的音乐啊 他们特别编出来的啊 一片一片超多五十块 一般的我们买音乐现在应该是十五到二十块 这也是喜马拉雅山的音乐 这是很贵的 都是差不多五十块以上的音乐 还有这个大家都非常有名 这个是七托兰 乔兰 滴兰兰 有听过嗎 日本呢 对 吉多兰的音乐 印度的音乐 这是他们编很有名的 很有力量的音乐 你看 因为想要研究在那边 所以要去替你们找找 还有这个是针灸的音乐 以前我们要去看医生 然后要等医生拿那个针灸来 一次大概多少钱 也是50块以上 现在他们弄成音乐了 你不用去看医生针灸 你去播这个音乐 就在那边 真的有这个笑容 它叫 Energy Medicine Energy Medicine是什么 能量药 Energy 疗法 你看你以前怎么又吃药呢 要经过嘴巴吃,经过胃,会变成血,带到细胞去,有时候是一天才到 现在更先进了,叫你放松,把你的肌肉放松,20分钟放松了 然后它就拨着音乐来,就在那边放松,那个能量的音乐就叽叽叽叽叽,它不是一针两针,它是万针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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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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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听音乐 你看一片差不多五十多块 从台湾做出来的 苦 金 水 木 火 等等 连有钱买都买不到 我在新加坡招了几天 他们说 现在没有过 这么厉害 这两个人都是很急的 要学很多不同的 还有一片 这个一片是 长修的音乐 也是在中国做的 然后跟 台湾的公司合作 然后就运出来 也是差不多 一片差不多 四十五十万 里面他就把音乐有慢有快 如果你听音乐就变成你 再吃药 但是这个药要跟 以前吃药不一样 这方面我都有连续过 然后呢 你要注意要吃什么进去 然后多运动 早睡觉 肯定你不会得癌症病 这可以肯定的 所以这方面呢 所以这方面呢 他有很多 证明书有很多专业 把他当作一个 音波跟我们解释 大概有这种的五行音乐啊 土 金 水 木 火 土呢 对我们的脾胃 金是我们的肺跟大肠 水是胜跟蚌光 木是肝跟胆 或是心跟小肠 通通都有 我们中国 古时候的人 他们都研究好了 我们真的很骄傲 因为我们是西方人的 等不对 怎么去要求研究 但是这种都是我们 古时候的中国人 他们都有研究过了 这个可以用来代替来 刺激我们的 武将会府 如果不会呢 就用其他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人数量 身 光 热 电 磁 现在你们大概知道什么 我能量呢 也可以 只有 身就是声音 音乐 光就是晒太阳 如果你有什么毛病 你不是跑到外面去 所以点到一点多中间 你就躺在那边 给太阳晒死 不用 再一个小时就好 盖好好的找那种的 什么 白贵 香蕉叶 香蕉叶 带自己 我们泰国就很会做这种 晒太阳油 晒到黑黑 身体健康 补充能量 真的也可以做的 是光量 然后热量 热量就是找这种的 泡香 泡脚 泡手 耳朵不用泡 打它 按摩它 电疗 现在有很多电疗 用很多机器 然后最后持 持脱 现在有很多 手 可以挂 可以挂等等 我身上也有这个能量 叫什么 叫 金质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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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很多这种产品出来 看你有没有兴趣 那种的能量在旁边 看不见的 但是要用什么 用坎石 这个是因为我 我如果用电脑 还会 提防我们 这个是 有钱买不到的 这个是 泰国一个长老 他在森林里面 他打坐 然后他发现 他在那个山洞里面 他有一个能量火 发出来 他就去研究看看 然后他把他那个土 然后把他做变成 金质堂 所以里面有九个金质堂 如果你抓在你的身体里面 他就在寻找 他会影响到你我们身体的水池 因为他身体水池有七十八十 对不对 然后他会影响到你的水 他会这样转 你坐几分钟 然后你身体就会 跟着那个能量转 这个是那个法师呢 他创造出来 然后如果你有什么病 你有什么糖尿病等等 透过放音乐 坐在那边 你身体就撩动 撩动 撩动 撩动很厉害 几分钟后 上下手 跟那个马一样 撩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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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有几个人 才有机会去做 有时候你不能把 静下来 也就做不到 所以再复习一下 我们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要注意什么 情趣 食物 身体的机构 多深呼吸 睡好 坐起 排毒 然后就 必须就是 尽量提醒自己 要改变自己的心气